爆笑警告爆笑警告 这本 看这本超级好笑 灵感公寓 天哪这是什么 这是难道是什么恐怖漫画吗 会闹鬼吗 对这本真的会见鬼了 第二篇就是这一对付CP的 这个太太跟Bartender 他就是对小说家一见钟情 他就喜欢上他 这边怎么会有第三只手 没有错 第二篇也是闹鬼的 他有一个警察前男友 但是过世了 漂亮太太看不到他的过世的前男友 说前男友就阿弥陀丸 附身合体 在这个Bartender身上 再跟漂亮太太色色 Drop milk 你看上面这个字了没有 他讲说是什么特农 什么重乳拿铁 但是我自己看我觉得还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Drop milk 他是丹美的月刊杂志 这本收录了四篇 对四个短篇 有些看起来是会连载的 有些看起来就是单篇完结 这样 第一篇 叫做帮我的 XS想办法 里面就是有两个男模 金毛是兽 然后黑毛是弓 黑毛长得很帅 真羡慕你啊 那么大啊 对什么之类的 然后 啊没有 就是大骑士 有很多不方便啊 大想要缩小是没办法 可是小想要变大 好像还有机会 然后最干的那一剧就是 公军居然对他说 好像只要不断的刺激前列线 就会变大的样子 讲完之后 两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床上 我觉得蛮值得一看的 这什么鬼剧情 我觉得这个神剧情啊 我太喜欢了 其实两个是不良少年 黑毛不良少年跟金毛不良少年 高中臭男生的相爱相杀 因为他们现在贴的很近 黑毛就发现 哎呦 你是不是那个了 哎呀 哎呀哎呀你脸红了 对 大概就这种剧情 然后金毛就说 没有啊 没有才没有 我看你才害羞吧 你才脸红吧 就开始互相挑战 哎呀 我看了好像很舒服的样子 然后另外一边说 没有啊 我才没有 哈哈哈 我看是你比较害羞吧 我看是你吧 然后两个就开始搞起来